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3月17日星期三的第二節 我剛剛看到在上一節 很多亦有留言說 那支麥克風的音效情況有所改善 我也感謝大家的回應 證明得到這支麥克風沒有換錯 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建制派之間互咬的情形停不了 先有田飛龍狂轟建制派 裡面有些人是忠誠的廢物 後來葉國謙這個民建聯的大佬 就說田飛龍是廢柴學者 來而不往非禮也 田飛龍昨天又再做出大反擊 他宣稱忠誠的廢物 並不是針對建制派裡面的任何人 他所說的就是一種現象 這就等同於開了地圖炮 不是針對個別人士 他說的是現象 難道本地的建制派當中 是真的充斥著這些忠誠的廢物? 接著我們又會去看看 鄉議局主席劉業強 昨天似乎聞到糯米 他就說關注人大有關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 未有在選委會的組成當中 提及到鄉議局的代表 到底大佬是否真的要針對 這班新界鄉新進行削權的行動呢?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憶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看看這個田飛龍 是怎樣來對葉國謙進行大反擊 田飛龍首先打擊葉國謙 有人對他的文章斷章取義 認為葉國謙有點情緒化 沒有完全正確地了解他的文章的涵意 因為他所說的忠誠的廢物 並沒有針對建制派裡的任何人 他所說的是一種現象 他就覺得在過往來說 建制派一些政治表現和政治能力 是有所欠缺的 需要做一些檢討 尤其在新的法律條件下 這班建制派原有的能力或表現 顯然已經不充分 田飛龍這樣說 無非等同於再一次疾 這班建制派無能 田飛龍又說到 如果在沒有反對派的影襯下 建制派的工作能力真的暴露出來的時候 這班確實是忠誠的廢物 正好造成了這個概念 說明了有部分建制派人士 並不適合服務香港和服務國家 他還說沒有統計過 到底忠誠的廢物 在建制派的比例是有多少 說來說去 其實就是新舊建制派之間的狗咬狗骨 但是那班土炮本地建制派 遲早都沒有運行 當初這班人為何會受到棄重呢 一來當大陸剛剛收回香港的時候 他都無可避免地要倚磅一班本地僵 來協助他維持管治和維持穩定 但是現在大陸都可以在香港實施全面管治權的時候 就是證明得到 這班土炮建制派已經完成了歷史任務 他們沒有什麼剩餘價值可言 第二就是當初香港還有一件事叫直選 選舉就是點人頭的遊戲 就是直選的部分 如果要搞直選的時候 你無可避免就是要找這些本地僵來選 他不可能找港票出來選 那些港票沒有人投 就算藍絲也未必會買的 問題就是 接下來的選舉當中 直選所佔的份額也不知道還有沒有三分之一 現在主流有兩個大方向 一個就是所謂的四三二方案 就是四十席就是選舉委員會 三十席就是功能界別 二十席就是直選 另一種就是所謂三三三方案 就是各三十席 昨天工聯會主席吳秋北更厲害 拋出了一個五二二方案 即是五十席由選委產生 另外功能界別和直選各二十席 根本上已經是全面收緊了 針對所謂非外國者的入閘條件 就算被你僥倖入閘也好 你選完之後他也可以DQ回來的 即是證明得到 現在再把直選二席從三十五席 進一步收緊到三十或者二十席的時候 你打擊的對象就變成了不是非建制派 因為那些非建制派已經是打擊到七七八八了 那你接下來被打擊的是什麼人呢 肯定就是民建聯那些人 因為民建聯本身在直選裡面 都佔有一定的份額 當然可能有些人都會覺得 不是呀 現在立法會加到九十席 選委那裡就有三四十席 可能民建聯有得益 但是千萬不要忘記 現在有一個叫紫荊黨出來 這些人全部都是說普通話的 絕大部分的省籍都不是廣東省人 所以你說大陸是信哪一個黨多些 而且就算不要說信不信任的問題 而是大陸最流行就是拘捕一派打一派 他怎麼會讓民建聯從此在香港獨大才行 想想都知道也不可能 他一定會開一個新的政黨出來制衡你 這個是必然的 到紫荊黨壯大的時候 又會有別的事情制衡他 這個是歷史的定律 如果又再牽涉到信任問題的時候 這樣你這群土炮建制派備受信任的程度 一定會低過紫荊黨的 這群人大部分都是廣東省籍的 一來說 二來說廣東話說了一輩子 說普通話都不準確的時候 你怎麼跟那群人競爭呢 民建聯要跟別人鬥愛國 你是不夠紫荊黨那群港票人士鬥的 然後我們看看鄉議局主席劉業強昨天怎麼說 他說關注到人大有關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 未有在選委會的組成當中提及鄉議局的代表 對於坊間盛傳鄉事派會不會成為被整治的對象呢 他不知可否 只是強調鄉議局願意在不同的位置貢獻國家和為民發聲 那為民發聲就不用理會了 因為你一向都不是為民發聲 你只是為鄉民發聲而已 但是你說到貢獻國家 這真是耐人尋味 貢獻國家有很多不同的途徑 到底是否包括被割韭菜 你是不是都認同這件事呢 當初為何港英政府是要籠絡這些鄉事派 無非就是在六七十年代的時候 因為要在新界發展新市鎮 由於很多新界的土地其實掌握了這些鄉事派的手中 所以才是要拉攏他們 賦予他們一件事叫做丁權 這件事當年在九七之後就繼承了 問題就是丁權從頭到尾沒有寫到基本法裏 有些人是搞錯了 這個基本法裏他只寫明是新界傳統權益 他沒有說到說丁權的 沒有白字黑字寫說丁權是受到保障的 其實這件事是想動很久的 大家看看HK01的報道就知道了 當初林鄭搞了所謂土地大辯論的時候 這個丁權也是猛烈地受到批評的 在HK01那裡 就說丁權的政策是時候需要檢視了 所以丁權這件事不是最近一個禮拜才醞釀起來 就已經醞釀了很長的時間 只不過近一兩個禮拜 罵得非常熱烘烘 就是碰巧有些鄉事派的成員 因為兔丁的問題被捕 其實要動就應該想動了很久了 劉業強又提到一件事 就說鄉議局當年有份反英抗日 又率先表態支持特區回歸祖國 他就說非常關注鄉議局在選委會的議席變動 另外有資深鄉事中人向信報余錦然聲稱 鄉議局向來都是屬於愛國團體 03年組團訪經的時候獲得中央認證 時任國務委員唐家旋大讚鄉議局 為香港繁榮穩定立下了不少汗馬功勞 祖國就不會忘記 這些我認為其實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說話 是一些很表面的套語 實際上說 他是不是認可你呢 我也覺得成問題 就算他認可你 也是唐家旋認可你 你也會說03年 現在也2021年了 換了人間 你看看十大元帥 有很多下場都相當悲慘 認證又怎樣 你說那些什麼漢馬功勞 你夠十大元帥的漢馬功勞厲害嗎 人家真是幫共產黨打過江山回來的 真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 問題就是 十大元帥當中 後來有幾個下場都很淒慘 朱德、彭德懷、賀龍等等 後來都被紅衛兵批鬥得很厲害 甚至林彪在逃離中國的時候 就在蒙古的上空跌下來 所以你這個什麼資深鄉視中人說 鄉議局屬愛國團體 已經獲得中央認證 他認證你也沒用 劉業強主席還說到 鄉議局當年怎樣反映抗日 這些都已經是整個世紀之前的事 對不對 所以這些已經是過去的事情 你要看當下這一刻才行 你不能夠這麼天真 另一名鄉議局高層還說到 說新居原居民有近80萬人 超過了香港總人口的十分之一 但是在1200名的選委當中 只佔了26席 明顯不符比例 如今擴大選委會的人數 理論上鄉議局的席位 還應該要有增長的空間 余錦賢所接觸到的鄉頭之中 暫時只有一人未敢樂觀 這個不樂觀的鄉頭怎麼說呢 他就蓋嘆這場中國式的政改 炮台在瞄準反對派之餘 火力覆蓋免也甚廣 最終恐怕央及不少建制陣營的派系 反而來說 我覺得這個不是很樂觀的鄉頭 他就有點憂寒意識 他就比較貼近現實一點 現在擺明有個趨勢 就像改土歸流一樣 所以削權大家都預計得到 他還怎麼會增加鄉議局 在選委裡面的議席才行 以往來講 鄉議局也出現過一些權鬥 有些部分民建聯中人 想滲入鄉議局的勢力 包括其中一個叫張學鳴 但現在大陸都嚴慢 他也懶惰你 簡直就是要實施全面管治權 他也不需要再逐件事 和你滲透 慢慢來分化你 各樣各樣各樣 所以我認為這個不樂觀的鄉頭 所說的東西 會比較貼近現實一點 至於那群不知為何很盲目樂觀的人 到底他們真的這麼樂觀 或是說出來他們自己也不相信 我認為後者的成份都是居多 如果他們真的樂觀得這麼厲害 我就覺得他們有點天真 好了這一節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